今天晚上我们最近欢迎收看关键的报告节 拜登跟尹徐月见面之后 丢出了一个震撼弹 这个震撼弹就是美国要把他的战略核显体 放在釜山的周围 也就是我今天在中国的门口 我可以控制黄海 我可以控制东海 我可以控制整个西太平洋 我等于说在你中国的面前 在你中国的家门口 放了一个灭国神器 而且这个灭国神器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将北韩完全地摧毁 那我们讲说 你现在放一个俄亥俄级的 具有核弹头的核子东西前进 已经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了 已经是对中国对俄罗斯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战略威胁 但美国这样讲就够了吗 美国这样做就够了吗 没有 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 印度跟美国 最近前一阵子在进行军演的时候 竟然也动用了B1B 也就是我现在在南韩 釜山这个地方 我放一个二亥二级的战略核潜艇 就没有想到我的空中的 等于说具有核弹头威力的B1B 竟然可以自由地进出了 整个的印度的这个地区 也就是我在你的前门 我在你的后门 都有核打击实力 那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吧 竟然还不够 还有人整理了一下就是 在整个西太平洋里面 现在是全世界武器最密集的地方 现在全世界满载的航空母舰 有两艘已经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最好的滨海作战舰 也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也有全世界最强的 飞弹驱逐舰 它不但是这样子 全世界最强的所谓的征收机 也都在这个地方 也就代表 现在美国是用层层组合 层层包围 将中国整个包围下来 从那包围下来以后 今天还有一个更害人的消息 就是德国现在居然说 半导体有关的这些化工材料 我不要进口到了中国 所以现在不但是器械不办给你 软体不办给你 现在你连最基本的化学材料 都不给中国 等于说在军事上包围之外 在半导体上面 完全不给中国活路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在大方首位的资深媒体的人 华为翰 华为翰 你好 华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美党电视报图 张胡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石油片的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的 姚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李廷辉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 生议者李玉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到就是 当李席月跟拜登见面的时候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现在美国要把他的战略核潜体 放到了南韩釜山这个地方 这个已经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等于说你在中国的家门口 放一个灭国神器 这个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战略威吓 这个只有这样吗 没有 我们看到在印度 印度这个地方 B1B居然可以长驱直入 然后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做生理的 刚刚讲的雷根号 卡尔文森号 包括两极驻舰 全世界最强火力最大的武器 现在都已经在中国的家门口集结了 对 看完这张图 大家真的会吓到 因为整个第一岛线的包围网 已经是沉袭了 光是水面上的航空母舰 我看到就有五艘航空母舰 五艘航空母舰战略群 我先跟他讲 第一个最右边就是卡尔文森号 卡尔文森号 其实是从美国西岸 往西太平洋走的 卡尔文森号 在日本这边有一个雷根号 航空母舰群 雷根号下面 这道说美利坚两栖突击舰 这算是两栖突击舰 但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闪电航母 对不对 在南海这边有个马金岛号 这也是两栖突击舰 马金岛号左边有什么 有个尼米兹航空母舰 所以你看到 马金岛号左边 这个尼米兹航母舰 一加上去的时候 你看 总共我们在电视墙上面 有五个圈圈 五个圈圈就代表 五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在整个西太平洋 对于中国团团包围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更可怕的事情是 还有为数不知道多少的潜舰 在整个西太平洋 为什么呢 因为四月七号的时候 美国 前天美国放了一张 关岛的照片 关岛的照片 有七艘核动力潜舰 七艘核动力潜舰 七艘 一致 在关岛的港口排开来 那他们说这是四月十七号 在关岛这边拍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出来之后 结果到现在 这七艘全部不见了 这七艘全部不见 到底是回美国 还是前到西太平洋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艘二害二极的 正在往韩国这边走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标准 二害二极这边有个航空不见 所以对于整个西太平洋 你光是随便上跟随便下 就我们看到有 五个航空不见打击群 再加上至少 七个核子动力潜舰 这就是现在美国 对于中国的包围战力 而且这并不是因为 有特殊事件 而是一个无时无刻 都保持这样重大的 随时包围 对 随时包围状态 那你真的以为 美国对于中国的包围网 只有在第一岛链吗 不好意思 这个包围网 我称之也是安倍金刚那时候 讲的自由繁荣之湖 什么叫自由繁荣之湖 那时候安倍金刚在世的时候 讲了一个概念 自由繁荣之湖 就是从南韩 日本到台湾 到菲律宾 到这个南海 一路绕到安达曼群岛 印度洋过 过这个孟加拉瓦 到印度洋 这个湖 就叫自由繁荣之湖 可是美军现在的包围网 完全随着这个自由繁荣之湖 来做包围 而且他最后一块拼图在南海 现在随着隐西约到了美国 像隐在说 他还讲说 为我们 所以说固若金湖的友谊 干杯之后 完全倒向美国之后 这个拼图 最后一个拼图 竟然拼起来了 对 就是我们看这个电视墙 这个自由繁荣之湖的 最右上角 就是他的自由繁荣之湖的起点 其实原本的 因为南韩的左右摇摆 其实美国就很头痛 一直会让这个自由繁荣之湖 有个破痛 可是拍摄 当影席乐趣的美国 唱了American Pie 然后让了何止东西 前进到南韩之后 拍摄 拼图正式拼起来了 另外一个的自由繁荣之湖 我们相对比较不熟悉 就是来自于印度 印度 对 印度这边很多人都认为 在印度这边 对于中国的压力 就在中印边界的那种 什么拿石头砸 拿弗刀 没有 这不是真的可怕 真的可怕的部分是 印度现在正在跟美国 做大型的空中军演 而且这个军演呢 是美国派出最强的枪击兵 B1B的轰炸机 在这边 对 B1B 携带核弹头的这个B1B 在印度这边去做军演 那为什么印度这边不是做陆军军演 不是做海军军演 而是做B1B军演的 导播我们带回来看 因为在印度的南方的 Diagojaxia 本来美军就有在那边部署 长程的战略轰炸机 这个长程的战略轰炸机 在Diagojaxia 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起飞的时候 其实往中国的后门 也就是四川这边去飞 所以印度这个角度 是用来开后门之所以 开后门 开后门的啦 所以你看 这个Diagojaxia 这边往这边起飞的时候 这次的演习很有趣哦 我看到一个画面 是这张画面 这张画面有点太小 中间这个呢 其实就是B1B的枪击兵啦 这一个就是枪击兵 对 中间是枪击兵 左右两边呢 分别有这个法国的飙风飞机 还有苏凯系列的飞机 还有美智的飞机 一起 我看全世界看不到这种场景 所以印度才找到 因为印度不结盟嘛 它什么武器都有 对 什么武器都有 所以它这里面有飙风 有苏凯 然后还有美国的F-16系列呢 F-15呢 在旁边呢 护卫B1B飞 请问要飞什么 执行轰炸任务嘛 所以这种执行轰炸任务呢 就是往中国的后门去开 开哪里呢 开重庆跟四川去炸这块 所以B1B的半飞跟护卫任务 是由印度来负责 是交给印度的 所以我这边把整个报复网讲完后 你们应该发现 这个包围网不只是陆上包围网 不只是水下包围网 不只是空中包围网 它其实是什么 是个核弹包围网啊 因为我现在讲的水面下 全部都是核子攻击的潜舰 B1B再来是核弹头 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来说 你被包围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包围 你还是被核弹的包围嘛 而且这件事情感觉上 中国也知道了 而且感觉上中国现在也在转风向了 过去不是讲 台湾飞下拿下不可吗 不是要挟洗台湾吗 但他们现在讲如果你要收回台湾 要面临四线作战 哪四线作战 中印边界 南海 台海 朝鲜半岛 刚好就是美国现在所布的包围网 是 所以说这件事情呢 其实不是我们在讲 连中国内部的军事专家 都有所感啊 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个军事专家 叫做东方点兵啊 东方点兵呢 它竟然写出一个标题是 若收回台湾 中国可能要面临到四线作战 我军必须要慎重啊 它意思是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讲这个包围网 其实就是自由繁荣之乎的包围网 从朝鲜半岛就是日本跟南韩 往中国去进攻 台海这叫主战场 南海世界最复杂的水域 在这边也是个包围网 另外就是中印边境的包围网 那中印边境的包围网 我要再次强调 它这个包围并不是以陆军为主 因为中国跟印度本来就有非常大的喜马拉山山脉 在这边去做隔阂 它不可能是陆军的队 难怪动到了B1B 对 所以当然在印度这边包围网 一定是做空中的轰炸机 所以现在整个武力的包围网 已经完全成型 可是更可怕的是什么 经济的包围网也成型了 还没完没了 这件事情才是更可怕的 武力的包围网的最后一块拼图是南韩 经济科技最后一块拼图是什么 是德国啊 这才是有趣的事情 这两块拼图最近看起来都要拼上去 德国做了什么 南韩的拼图我们刚刚讲过 我也不太没讲 可是德国是讲 德国大家都知道 过去对于中国来说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德国的企业 在中国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对 而且德国对于赚这个钱 坦白讲过去是非常非常乐意的 可是现在最有趣的事情是 彭博新闻 彭博社在27号特别报导 德国政府正在讨论 要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的关键零组件 这东西也是很夸张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半导体不是日本限制 台湾限制 还有埃斯摩尔限制就好吗 不好意思 德国有两家公司 一个叫默克电子 一个叫巴斯夫 都是全世界最大的 对 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先讲 巴斯夫亚洲 巴斯夫化工 它在里面 你只要光主机跟椰博仪 都需要用巴斯夫的 然后呢 默克电子呢 它里面从那个晶圆 再开始掺杂 然后呢 图形化 沉积时刻 清洗封状 里面都有遇到 默克电子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东西 晶圆的形成需要默克 对 都需要默克 形式呢 现在世界上 两大主要工业上 一个来自于 日本 一个来自于 德国 所以对于日中国来说 好 我如果化学材料被封锁的话 日本直接封锁 没关系 我可以跟德国买 所以我一直在讲 整个武力上的 第一岛列封锁 最后一块拼图是南韩 在科技上的 最后一块拼图是德国 那德国呢 现在已经在慎重考虑说 要把化学品 半导体的化学品 和技术 列入德国的 军商两用商品清单 当这东西 变成是军事物质的话 那就不可以随便出口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来说 所以你说德国现在把这个东西 说你不是商用的 不是民间的 而是跟军方 跟国家战略有关 你是军商两用清单 军商两用清单 那如果进到军商两用清单的话 就不是说你想要买 我民间公司就说了算吧 我要政府去点头 这个对德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难以的抉择 中国是连续七年 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去年德国从中国 进口1910亿欧元的商品 中国跟德国进口 1070亿欧元的商品 所以他们两边的经贸网 将近3000亿欧元 拍水 德国说疯就疯嘛 所以现在呢 不管是科技的围堵 还是军事的围堵 都已经成型 好 所以董事长 现在美国 完全不给火炉吗 刚才讲 你现在在南海放了一个核子动力潜艇 而且上面可以有核弹头 可以远程打击 已经是对中国造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结果你现在在印度半岛 在印度半岛上面 你还进行了空中的军业 空中的军业里面 你的B1B居然来去自主 而且B1B来去自主的时候 是由印度的空军进行半飞 那不是在你的前门和后院 都进行核威褶吗 你不但如此 德国跟你有这么大贸易往来的国家 默克跟这个是巴斯福 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厂 竟然现在是 军商两右 你是战略物资 德国要把你整个考核 管制下来了 现在整个事情 世界大乱了 我觉得你刚刚一讲 已经把全世界讲完了 那我们一条一条来 把它梳理清楚一点 第一个先谈比较小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还没发生 德国先谈 这个目前还没有发生 所以比较小 一旦发生 非常大 你说这两个 这件事情很大 对 这个事情太大了嘛 因为昨天 目前是德国政府 还在研究 要作为这些的出口管制 两家公司的半导品产品 材料方面产品 就是默克跟巴斯福 这两家是大的 不得了的大的公司 而且他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 非常非常多 所以不是只有半导体的材料而已 还有各行各业它统统都有 因为它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厂 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中国一定会报复 不要跑了 那今天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已经在开始讨论 在批评这个事情了 中国已经摆弹了 他的发言人已经讲 他毛铃说 有很多世界很多国家 用降低对华依赖 作为借口跟理由 来做出口管制 这个不是事实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事情 但这件事情到今天 还没有确定定案 可是为什么有消息出来 为什么有消息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有 一定有猫腻在哪里 而且德国出手 是很奇怪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晶片制裁联盟 一开始 连日本都不愿意参加 你知道吗 现在搞得连德国都进来了 就是表示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之前本来讲 荷兰绝对不参加 荷兰还在那边一直说 这个完全不符合商业规则 这个你不可以介入 就荷兰这个骨牌倒了 荷兰的骨牌倒了 你想已经够了吧 没有想到德国的骨牌 也跟着倒了 是 所以德国进来的话 那这个简单讲 我认为不见得是为了 晶片的半导体生产问题 一定是直接跟俄乌战场上 最近的新的变化发生的关系 那是不是我们在 能够台面上看到的 因为背后还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因为我觉得 因为你看最近这一波的 整个的反应的幅度之大 这是非常恐怖的 一个德国这个反应 第二个你谈到印度这个事情 印度这个事情 也是天大地大的大事情 你说B1B吗 不是B1B 是美军跟印度军队 两个做联合演习 然后B1B是其中的项目 包括有西洋三洞的 他的地面装备运输 后勤整套的军演 用空军的军演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要知道 印度的军事的主要支援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 对啊 俄罗斯 而且印度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印度是不要跟别人军演的 他外交部结盟 可是他的军事科技的来源 是从哪里来的 俄罗斯 那俄罗斯在处理 这个印度的军事科技 跟军构的时候 跟处理另外一个重要国家 叫做中国的时候 印度怎么处理的 印度往往 俄罗斯 优先 往往是对 印度比较好 你知道吗 没错 他比较Bias 比较倾向于照顾印度的 但是这里面 他印度有个天敌 就是中国 中国搞了一个巴基斯坦 把巴基斯坦 变成一个永和国家 所以这个事情 他孰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他们印中之间 冲突不可解 原来这个三角关系 就是俄罗斯 印度 中国三个是有一个平衡感 对 最近这个平衡感 被破坏掉了嘛 因为很简单嘛 就是中俄关系无上限嘛 对 为什么无上限 因为现在俄罗斯 已经先陷入所谓的 俄乌战争的泥潭 拔不出来 怎么办呢 完全要靠中国嘛 对 那靠中国的时候 就变成很自然的 这个俄罗斯 就会往中国去倾斜了 对 那这个倾斜的时候 出现一个破口 这个破口美国人看到了 美国人马上进去啊 老美立刻进去 填补这个破口的话 就立刻有可能切断 所谓的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 居士合作 对 刚好就是因为你俄罗斯的问题 而造成了美国的机会嘛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韩国人这两天干的活嘛 韩国人干这个活 把整个的朝鲜半岛的 这个整个的反应 全部颠覆掉了嘛 所以我昨天讲一句话 我说保健我们看这两天 听这个人怎么反应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反应 有好吗 没有好有好 真的有好 真的有了 他这个大口买来了啦 他真的拿那个重兵器 跟你上场的时候 你不敢动了 对 你看他就不敢动了啊 他就真的是给你 他就跟你讲你敢动 我就觉得我这边的核子武器 我就感动你 所以老美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反而这些小老鼠通通都乖 目前都乖得很 所以再过两天再看看 压力再大下去的话 这全部在施压嘛 你看几方 德国施压 印度施压 然后东南亚这边施压 对东北亚施压 全面性的施压对象是谁 中国 全部是对中国 因为他的目的是核战 讲简单一点 一定是俄乌战争 最近要发生很大很大的事情 所以就是乌克兰的发动 总攻的 这个要去攻打乌兰的战事 最近一定要开始发动了 这个开始发动的话 他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牵制住中国 那你不能轻举妄动 对 不敢 不是因为你看到俄罗斯 你看到这整个事情之后的 你看到第一个 你看到这个拜登跟乙锡碰面 在谈华盛顿宣言的 之前一天或同一天 你看到谁 习近平打电话给泽伦斯基 对 为什么 他一定是看到你在华府白宫的动作 我这边立刻他就要反应嘛 那他如果说在这个等你华盛顿宣言之后 我再打电话给泽伦斯基的话 等于被你逼的嘛 示弱了 那我事先来打 那这个电话已经拖了多久了 很久了 拖了一个多月啊 为什么找不打完不打 你现在等到老韩 就是尹锡碰跟这个拜登在搞的时候 他们在这边在这边密谋 要干他的时候开始动手 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个事情 我这个整个包围 大的概念的包围 还是要解决这个俄乌的问题 而我判断乌克兰最近要开始发动攻击 好 另外就是最近有25家军火商要来到台湾 我们看到我们的总统府副名部长 讲得很清楚 他们是来仿商的 怎么来仿商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 以前我们只有看过名字 有听什么不看一样 这样子轰动无人驚动万高的 大军火商 竟然全部都来台湾 全来台湾干嘛 他要找协力厂商 好 宝贤哥 5月2号 这些军火商会来台湾 我现在头有点晕 因为看完了名单之后 我们要快快这么庞大的军火商来台湾 这次空前我不知道会不会绝后 真正轰动无人驚动万高 世界前五大军火商三家都来了 而且这25家当中 我现在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我现在手上拿了 我刚刚统计的这数字 你现在讲这个真的太重要 我先跟大家讲 5月2号他们到 5月3号会开一个国防论坛 然后他们应该会拜会中府高层 他们会到国防部听取简报 而且也发表他们的看法 他们会去中科院 他们要看看台湾的军工产业 到底有什么 是可以接上他的产业链的 所以台湾会变成是这25大 而且全世界前 其实另外两家 就是这个通用动力跟这个波音没有来 但其他通用都来了 我现在还要告诉大家 每一个讲完以后都说原来是他们 宝贤哥到时候台湾能不能够发展无人机 能不能够有这个自主的国防能力 能不能够防卫台湾 再加上可不可以成为这25大军火商的产业链 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它工艺的一环 非常重要 5月2号来 5月3号开整个的讨练会 真的很重要吗 我就问宝贤哥 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战斗机是什么 F16 对 之前F1洞4 对不对 张远廷还说他开F1洞4 我告诉你F16 F1洞4 F22 F35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这是世界上前五大公司他来了 所以军火之王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他还有什么 地狱火飞弹 厉害吧 这家公司大家都听过 所有居民都知道 第二个雷神 不是雷神巧克力 雷神系统都厉害 爱国者飞弹 我现在讲都台湾需要的 对啊 F16爱国者飞弹 还有所有的雷达跟通讯系统 然后飞弹它非常多 小牛飞弹 小伟神飞弹 麻雀飞弹 地狱火飞弹 都是雷神公司 所以他也来了 三家最大的 我讲说五大军火商的三家 是这一家这一家 诺格 大家讲说 对诺格是做什么 诺格 美国所有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 通通他做的 所以我们大家对诺格 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对于诺克希德马丁跟雷神 我们知道 诺格是五大军火商的 其中第四名大 最大的就是他 他也来 我们的IDF 其实跟Ross Lope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就是你在坐这个飞机 你在坐军火通知 其实都跟他们有关 可是大家都来了 再来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讲说无人机 我刚讲这次来 因为很多都是无人机公司 就是这一家 宇航环境公司 你看这部宇航环境公司 什么东西呢 Vironment 这是什么环保公司 不是 他就是做弹簧刀 无人机 弹簧刀也来了 弹簧刀无人机 有分300型跟600型 你知道保佳哥 300型它小小一台 只有2.5公斤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可能是600型 弹簧刀无人机 它的300型 它可以在乌克兰站中 你看之前郑浩先生 跟大家讲的 我锁定一个 这个俄罗斯的军 我直接攻击它 只有2.5公斤 弹簧刀无人机 300型跟600型 那我们台湾有台版的弹簧刀 所以其实这个宇航 它来了以后 对于台湾的无人机 的这个整个进展 它会去了解 它到底怎么样 小的弹簧刀300 10公里的航程 2.5公斤 可以针对人员 大一点的 弹簧刀600 25公斤 可以飞40公里 无人机最厉害的公司 那我刚刚讲 不是只有美国 这个是英国的 被移系统 被移军武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龙卷风 战斗轰炸机 这也是英国最厉害的 这个战斗机 它也来 那我们台湾最需要什么 就是防空嘛 所以我说挨国者 对不对 雷神系统 我们需要什么 战斗机F-16 那这个是我们台湾 没有龙卷风 这个战斗轰炸机 被移也来 然后起义公司是做什么呢 所有你会想象到的 这些战斗机 它的引擎 对都是奇异公司做的 我想讲完 大不大 厉不厉害 但他们要来台湾 然后5月3号 开一个军事论坛 还要到总统高层 我不知道会不会 跟总统本人见面 可是你看 黄崇燕 富民网他都提到这个 他比我还清楚 他在仿商的 表示他都知道 这25家的来头了 那当然他到台湾 他会去看 台湾目前 现在目前军工产业 它的状况是怎么样 能不能成为他们的 整个这个供应的其中一环 所以这25家的 美国 而且包含英国的 这些大的军工商 来台湾以后 他将会使全球的军工商 都会看见台湾 好 提会 你之前就讲了 台湾现在在发展 军火工业 大家还讲 你讲真的还讲的 没想到 台湾真的有军工股 而且台湾的军工股 是最近股市表现好的 那今天25家来了以后 大家讲 你是不是来卖武器的 黄崇燕讲 与其讲 他是来卖武器 不如是仿商 什么叫仿商 他们是来找供应链的 这是外贸协会 办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对接活动 那主要的 当然不是说以前没有 以前也有过 但是像这么大规模的 是首次第一招 那这些工艺商在干嘛 做一件事情 他们要确保 他们的供应链 没有红色供应链 也就是说 所有的包含 小到那个螺丝丁 全部都不是中国制造的 难怪 F35有一个金属片 这个金属片是中国做的 就F35就是 把所有F35检查一片 把那个金属片 全部拿掉 对 重新再来 也就是说 所有的美国的 军火工业当中 容不下任何中国的 一颗螺丝丁的意思 也就是说 现在以前台商有很多 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可能在三角贸易 会转到美国去 那但是他们会采购这些东西 以后都不要了 因为有可能 中共会在里面 比如说有一些 窃取间谍的 什么或者是监听的 什么样的系统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现在等于是赶出美国 说不是只有金片 是包含这种 所有的军火供应链 全部都被赶出去了 也就是说 他们在台湾 寻找一个安全 可靠 可信赖的 然后没有 不会被监听的 所有的供应链 但是台湾的这些厂商 以后你也做不了 中国大陆的生意 因为他一定也会管制 不准去做中国生意 对 这相对来讲的话 你要赚美国的生意 你就不要赚中国的生意 你要赚中国的生意 你就不要赚美国的生意 等于说现在来讲 你真的就要选边站 没有说游走在两边的 会载 你长期跑化工 今天大家来了 刚刚讲的 这些军火跟你说 跟化工的很有关系 而且我们的化工材料 刚刚讲的 在火药 在什么的合金 在很多东西 都非常厉害 是 宝贤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有两个产业 是文明全球的 半导体王国 这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是游艇王国 但你要知道 半导体王国 跟游艇王国 这两个 在战争的时候 我们台湾 就会变成是军工王国 那你想说真的假的 其实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在半导体里面 用的非常多的那一种 硫酸洗涤剂 然后半导体洗涤剂 食科过程里面 需要很多电子级的那一些 特化产品洗涤剂 你知道他们的原料都是什么 硫酸 硫酸是什么的原料 火药 所以今天他们情况都来了 如果说今天 我们连电子级 这种纯度非常高 十亿分之一的 这种电子级洗涤剂 我们都可以产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有能力 可以生产非常多的硫酸 而且硫酸到最后就可以做成非常多的火药跟炸药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台湾 所以你说军工很多东西台湾都可以做 对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都讲的 你先看一个新闻 它是怎么样 捷克的一个武器跟防卫产业协会的主席海尼克 海尼克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很难在短时间里面 增加火炮弹药的生产量 特别是重型大口径的弹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那些相关的原料 如果我们想要增加火药的生产的话 可能需要三年的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官员就说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欧洲的国防工业不适合大规模的暂时生产 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最大瓶颈是在炸药本身 那你想说硝酸硫酸这些都是炸药的一个原料 有那么难生产吗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 而是很高价的 他生产过程他是要用人工的 他没有办法用所谓自动化生产 欧洲什么贵 人工贵 所以你看这个德国官员就说 我们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增加 消化纤维的生产 因为欧洲没有重要的这些原料生产商 硝酸纤维素这个东西 对 然后要台湾最厉害就是 我们是全世界少数上下游垂直整合的 一个石化重要园区 所以从最上游的炼油到最下游的 这些相关应用产品 我们都生产的出来 我们都有 对 所以重点来了 我们以前都把这些产品拿来生产 半导体所需要的一些洗涤剂 中药的电子机的一些用衣 但是这些原料我们都掌握 所以换句话说 哪一天战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生产我们的炸药了 你知道亚洲最大的消化纤维工厂在哪里 就在台湾 叫一个家什么公司在台销 然后台销这家公司 被一家叫广民的公司给收购了 广民这家公司是什么 也是亚洲产量前几大的一个电子级的 刚提到的硫酸剂 这些相关的电子级 半导体产业所需要的特殊化学品的用剂 所以换句话说 亚洲最大的这个硫酸的相关的上下油产品 都在台湾 然后换句话我们有这些原料 我们不用担心像刚刚提到的欧洲厂商说 没有原料做不出来 没有原料的问题 没有 我没有原料 是要做到不做的问题而已 所以今天我就问那个 相关的石化业者 就是说 哎呀是不是我们那个石化产品很高科技啊 他说做火药啊 那是很炒烧的名字啦 你说这炒烧的东西 我们是没要做的啦